我听谢大叔的介绍 他同学对我心情形化挺好 但美容医院很可疏的 不是 你别弄错吧 罚度好 不是哪个罚好 哪个罚不好 这就不好了 芝加坡说 事法平坦不会搞一下 一些罚度好 别人说这个好 再坏 那就是我脑自己的 说不信 你搞衣裳的吧 等会啊 就说 几点看上去啊 我跟东方说 喂 你去点 蒙古之间很深 他修这个罚 就是这个罚好 别的罚度不好 就是整个罚度不好 对 佛所说 占及 棒他 就不是不好 而且是毁棒不好 称赞自己 不学的佛法明 皆做最好 其他都不好 就毁棒他 是佛所的法门为什么不好呢 佛所的法门 别人吃药 身体病不同 吃的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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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根据 跟着性格 跟着喜爱 你喜欢这个 我就给你吃这个 你喜欢哪给你吃什么 像吃饭 吃菜一样 你喜欢吃甜的 我给你甜的吃 你喜欢吃鲜的 给你咸的吃 你喜欢吃酸就吃 吃饱的豆子就算是好 是吧 所以不能说这个好 那个回 一样 喜爱不同 所以人就是幸福平本 又差别见 哎 这个好 那个都不好 其实这样就挥巴扑伐 不知不觉当 怎么造罪还不知道 人都是造罪不知道 你为什么 这个说法不要紧 要紧 都是佛传法 不是非得传 人由八万事件烦恼 佛所八万事件法的 法人是对着人的烦恼来讲 你没烦恼 法有没有 你没烦恼 你本来是福 有什么法 法人就把你的烦恼打掉 去掉 让人清醒 这都好 这都不好 就在一起在自己身份不信 哎呀 这个不好啊 哪个好啊 像你们出嫁 在这个事业跟你 哎呀 不好 这都哪个事业 那事业 哎呀 我又不好 这都不错 错不错 所以我们想到我们的道理 修佛伍法 就是把我们的烦恼之作训练 妄想颠导之训练 大家一样平淡 都为佛心 都是谁有谁没有 谁好谁差 没有好差 都是平等 所以来问 根基好不好 不要不坏 我们黄英族西的说的句话真好 他说 一百个人 九十九个肚子好 真不好 这一个不好 这个人不肯修就不好 这个人不肯修就不好 你肯修 像念佛 你肯修一心一样修 就是好 你不肯修 哦 这个念佛 没什么好处吧 很简单吧 就这么去 比如说这么一事啊 不念吧 这是你肯修 要轻轻看看 那个念 阿密多佛 阿密多佛 你再念下去就是恨你好 人不怀疑 这就是不好的,是在新的界,共不住下去,就是很好。 根基都有很多,佛性一样平等,佛性就是平等, 不是谁也随便,谁好一点,谁差一点。 看你有一种地义的,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是吧,这么下去,我们一句古话就是, 一水一颗穿石,不一口地水就掉了,对,对,对, 然后就哗,流了,甚至要打一种, 这痕迹你一样,你一样,都好,明明痕迹你这不好, 如果不是,你会会看,就这样了, 谁说?